hello 聊四季 天梯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馬來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馬來人 馬來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步兵鎧甲 是免費的 再來就是馬來人呢 他的弓兵呢 基本上也是能用的 三級射 三級仿都有 而且又有拇指環 他唯一的缺點 就是他的馬鎧呢 是沒有品種 也沒有這個二級馬鎧 防御稍微弱了一些 那他的大象呢 是我們熟知的六折大象 那城堡時代是七折 那到了後期的馬來組成 主要是打牆母啊 步兵 爪刀勇士 還有這個大象為主的 那他雖然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在陸戰的部分上 但是他升級速度很快的部分關係 所以他可以省下這個 升級時代的這個時間 然後去產出更多村民 這就是他的經濟加成 好 那接下來 要來介紹一下藍方 選擇是阿茲特克人 阿茲特克人的村民呢 他的所有資源攜帶量都是加三的 而且他的老頭呢 每點一個科技呢 都是加五滴血的 那後期的阿茲 主要是打這個步兵喔 配上這個... 戰毛兵 還有老頭衝車 為主的一個文明喔 那阿茲特克的戰毛兵呢 也只要點下銀貫技術之後 就會變成帝王戰毛了 這個傷害也是非常強大的工兵喔 好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圖啊 好 那目前看到黃金塊在上方 右邊有石頭 下方有果子 左邊有兩塊黃金 然後...這裡... 欸? 三個... 黃金 OK 那看起來這樣的地圖喔 左邊這裡要早點空下來 可能要提倒去這邊開個城鎮中心 或是在這個前方喔 直接圍好 圍起來圍起來 那目前看起來這樣的地圖是蠻糟糕的喔 因為你看這個城鎮中心旁邊喔 其實...資源量喔 是看不到木材的喔 木材都離的有點遠 對 那就要變成說他要鎖住右邊的話 這邊你要鎖住喔 當然右邊這個地方又有高地 然後這裡又是一個金礦喔 所以在防守來說 MBL喔 可能會非常的劣勢喔 那個果子在下方喔 雖然有點偏內側喔 但是左邊任何遮蔽物都沒有 所以防守來說還是要投資非常多的木牆喔 才可以把自己家裡給維好 那整體看起來 這個分數只有2、3、10分喔 非常的慘烈喔 呵呵呵 但是至少他的... 這個...石頭還在裡面喔 如果遇到塔弓的話還可以應對喔 好 那來看到黑拉這邊 黑拉這邊的地圖呢 看起來是金礦在上方 石頭在後方喔 這兩邊有這個石頭喔 看起來是還OK 那果子的部分呢 也在前方喔 這也是比較難受一點喔 而且他跟MBL一樣的問題喔 就是墓區離的非常遠喔 你看這個... 墓區走到這裡都要走一段路喔 這個工作效率喔 都掉到只剩30幾%喔 就知道這個... 距離遠的這個問題喔 對於經濟損傷來說 是...還是蠻嚴重的喔 好 那目前看到兩方 都已經點到了封建十代 那...馬來這邊是應該會打一個... 極限快攻喔 但是...他這邊上去 並沒有先升級喔 然後就把阿茲這邊... 也沒有打一個極限開喔 好...那阿茲這邊也升到了封建十代 好...這裡的... 老鷹直接被抓掉 因為刺頭單位喔 升到封建十代之後 可以跟阿茲特克的老鷹打 傷害是奪義攻的 呃...是比較容易打贏對手的 好...那阿茲這邊決定要攻兵開局 結果馬來這邊也不打落馬 也是打一個攻兵開 兩邊都是攻兵開局 互打的部分喔 看起來前期不會有那種大馬爆了 好...目前看起來... 上方已經圍好了 那...左邊這個墓區 要稍微小圍一下 好...中間果然有一隻村民 吃果子被抓包 好...這裡... Hera已經點下了一擊的農田 準備要來大爆撒農田了 好...也不管... 對方到底出了多少兵 只用戰毛兵喔 稍微反擊一下 攻兵也是出了一點點 好...這邊肉馬過來就... 老鷹上前去追赤猴 弓箭手...繼續往上呢 先走到高地 好...這個是細節 好...OKOK... 細節往上走 射掉槍兵 OK...再把這個老鷹給收掉 剩下三隻毛兵變成MVP 沒有辦法抵抗回去 但MVL這邊很偷啊 連一擊射都不點 這個應該要... 點下一擊射 然後去多一點人挖金 然後開始轉弓兵出來了 毛兵的部分就暫時別按了 對...黃金補到五個人 然後去...轉出更多的弓箭手 好... 因為再繼續按下毛兵的話 可能會...輸時代啊 但是如果你一直出毛兵的話 如果對方也一直出毛兵 那就是你想要的結果 雖然你的兵可能 工兵會被毛兵克制住喔 但是... 這一位子喔 對方按了太多的毛兵喔 生時代可能會輸你啊 所以這裡最好是趕快轉工兵 出來打就好了 但如果你的毛兵數量 真的是明顯輸太多的話 一直被壓制住也不太好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要看喔 自己要怎麼去應對喔 當然你可以轉工兵 也可以繼續按毛兵 那如果你繼續按毛兵的話 你多多的... 多一點的去挖黃金喔 就要去下四級喔 去用四級買賣一下會更好一點 好...那... MBL這邊是直接點下的城堡時代 好... 那來這邊... 稍微買賣一下 賣了... 200木頭 換了139黃金 也賣了...也買了100食物喔 換了130塊 那馬來這邊經濟喔 就真的比較慘喔 還被迫按了一隻肉馬出來擋 好...但是槍兵也過來了喔 那目前阿茲特克生時代喔 是...大概贏了30秒左右而已喔 因為馬來這邊生時代會有加速 好...兩邊毛兵互打 MBL的想法是想要把馬來困在家裡喔 不出門 好...槍兵第一時間被戳掉 但是肉馬血量也殘掉了 不能繼續進攻這裡的肉馬 這裡的毛兵 OK...馬來直接要轉步兵 攻擊技術 OK... 一升到... 城堡時代 步兵的部分已經有兩點的 步兵鎧甲了 這就是馬來的很強大的地方 那馬來的呢 到了...後期喔 等一下這個強制增兵喔 就可以讓自己的雙手劍兵喔 可以獲得...不要耗費黃金喔 就可以生產的效果 這一點喔 讓馬來的步兵爆 非常強大 因為他只需要地龍賽 升級好... 這個跑速啊...攻擊力喔 然後就可以直接點下這個金冠技術喔 開始爆大量步兵喔 這一點喔 對...老英國來說是非常頭痛的一件事喔 好...這邊長劍兵還沒有升 先累積到十字的數量 然後他這邊有點長兵喔 讓對手以為自己是3TC開農 NBL喔 覺得對方是3TC開農 直接爆出了3TC也跟著對農 但沒想到這邊直接轉出了大量的...步兵 好...這裡有一隻肉馬 抓到一隻老頭還不錯 好...長劍兵升級上去 9加1的傷害 現在目前阿拉茲特克是用老頭去防守 點下了神聖思想 好...後方早想一下 遭到了一隻長劍兵 猴子車在砸一下 抓一下能抓掉嗎 再一下...哎呀 老英直接被長劍兵暴打一波 有少量長劍兵走了進來 這一波攻勢 看起來... HERA是有做到一點事情的喔 三隻長劍兵也是下來 直接抓掉了一隻女村民 看起來這一波... 阿茲可能要轉兵喔 但阿茲這邊要轉兵的話 可能直接轉暴勇士就好了 這邊直接趕快在這邊插個城堡 這個位置還不錯喔 是個高地 而且可以守到黃金跟TC 還有兩個修到院 封建農田守住 雖然位置喔 相對保守了一點喔 但至少可以 安心的把城堡 蓋在高地喔 還可以少到很多次元點 不然就是要蓋這個高地了 但這個高地 現在還要第一幕搶出去喔 對方投石車可能看到 但這個位置 他應該是看不到的 現在在這個位置的話 好...那阿茲這個 點下了他最強大的科技 救贖思想 等下這個475科技之後 投石車就可以進行招想 前方的長劍兵呢 現在也是可以招想 但是他的問題是 後面這個投石車解掉 好...那目前看起來 兩邊的一個打法呢 算是一個... 慢慢打偏弄了 Pera這邊也是 慢慢的轉出了 更多的長劍兵出來 那MBL現在是有村民上的優勢喔 像是68吋 對上78吋 村民差距約為10吋而已 哇...這個老頭很坦 但最終還是被... 砍死了 好...這裡拉了非常多 村民想要來直接前壓寶 但是MBL也有一根城堡可以對應 這根城堡果然全在上方高地 但是Pera覺得他自己有優勢 但是他的優勢是來自於他的投石車 現在投石車如果沒招想到的話 他就沒優勢 MBL這邊優勢可能瞬間消失殆盡 投石車趕快著想 但投石車... 對... 針對的是老頭 老頭一直瘋狂被砸掉 這邊的城堡 雖然有機會蓋起來 但是自己要損失慘重 投石車再再度砸到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全部殘血 最後損失掉了 將近超... 將近十字的村民左右 哇靠 這個村民直接拉近了起來 ERROR這邊 投石車已經立了大功 砸了非常多老頭 四隻老頭 全被投石車砸掉 然後村民呢 也是死傷了一些... 哇靠 這一處又被射到 哇兩隻 三隻 四隻 這個怎麼看起來有單倒血啊 哇 結果撤退還死傷這麼多 好 這邊馬上就有衝撤了 但... 兩邊沒有按置爆兵喔 這個距離貼這麼近的情況下喔 通常需要會按自爆兵 直接去炸對方城堡 那MBL喔 這邊是選擇了爆勇士 直接產生出來 好 那... HERROR這邊也是 點出了一些爪刀勇士 好 這邊想要繼續往前嗎 還是要來避難 這裡被長劍兵給避難出去了 老頭的壓制力 開始展現得出來囉 那這裡... 投石車沒有產出來 有點可惜喔 這個位置打... 這個... 沖車好像可以用頭車砸到 但好像有點極限的感覺 好像沒有辦法 呵呵 投石車好像打不到 這個距離有點遠 有點極限的距離 好 那HERROR這邊 直接進入到城堡射程範圍裡 這裡有少量的車人被射到了 大概三隻左右 OK 再來打掉一台沖車之後 馬上拉了一堆長劍兵兵 想要來防守 跟這個沖車人 進行鞋童攻擊 這棟城堡 但後方MBL 並沒有產出頭子車或是奴炮 上方的老頭已經在上面 開始在招翔各個村民還有大軍 但這邊長劍兵的數量有點不太夠 老頭現在在原地補血 但是後方爪鬥也是數量有點多 而且依序還在補上來當中 現在爪鬥也是殺了兩隻 直接被反擊了回去 老頭繼續補血 所以把血量硬生生給拉了起來 但是前方的Hera 又再次把前方蓋了一個城堡 MBL拉了一些村民 想來直接扁這些村民 想要阻止他們蓋城堡 這邊長劍兵跟爪勇士 又再次上前 但是爪勇士又再慢慢踩人出來 現在爆勇士的數量 還是沒有太多 趕快拉了一隻爆勇士過來救 但是直接被城堡射死 下方的沖車可能也不保 好 不是下方的城堡 是下方的城堡 下方的城堡可能會不保 不是衝車 OK 這邊成功阻止到了Hera 這一波的城堡 沒有成功建立起來 MBL拉馬上在這個高地 下了一根新的堡 想要去防守 但是很可惜 MBL這根城堡沒有守住 哇 這一場打起來有夠精彩 前期 城堡壓 還是少會看到Hera會這樣打 瘋狂 寶推 好 這邊又拉了一些爪勇士 過來想要打後方老頭 但是直接被招響掉了三隻爪刀 當然爪刀現在要問到的問題是 後方有非常多的老頭在招響 而且還有城堡的傷害 在射這些村民 雖然時間上已經剩下80幾% 就要蓋好 這邊城堡蓋好的話 MBL可能頭又很痛 老頭可能要趕快拉走 拉到城堡裡 趕快避難 或是直接往上拉都可以 好 結果這一邊還是讓順利的 讓佩拉這邊順利的把城堡蓋了起來 好 但正面的衝車 還是在進行輸出當中 修道院可能要全部被打掉了 然後右邊黃金礦的村民一直被射 哇 村民死傷慘重 兩邊都村民只剩下80村左右而已 這次經濟損傷是差不多的 但這有兩台衝車 這個自爆兵要去炸衝車嗎 可以考慮一下 好 完蛋完蛋 這個暴王4E出來就要被射死了 喔 我的天 這一波打得有點精彩 OK 自爆兵炸一下 但城堡血量還是很多 第一時間炸的是城堡 而不是炸下方的衝車 衝車還在努力開頂 血量剩下一點點 但是後方有村民在修理 衝車被頂掉的話 城堡可能會很難繼續攻城 棒棒開始來反擊回去這些衝車 好棒棒再次解決掉 這根衝車 應該是可以解掉這根城堡 所有的村民往左邊開始移動撤退 哇看起來MBL拿到了一點優勢喔 聰明數量是79吋對上95吋 經濟量還是比MBL 比HERA這邊還是好了一點 MBL這邊可能要先去思考事情 自己要先搞一生帝王嗎 還是要用這些暴王4 加上衝車 開始頂爆對方城鎮中心 好這裡還偷玩了一個老頭 那目前修道院好像被拆光 後面又補了一個 但這個聖物呢是在一個危險區域的 OK 再來上方又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可以喔 這根城堡可以守到兩個黃金 OK 左邊的防禦也已經守下來了 這邊暴王4繼續往前 好看到這邊上方的城鎮中心 衝車有看到 趕快拉衝車去頂一下 直接開打的是左邊的房子 然後著想敵方的建築物 軍營跟射箭場 要被著想掉了 好 那馬來打包我們是比較簡單的方式喔 就是直接出工兵喔 不然就是要轉工程系了 那工程系的部分可能要 可能要小心對方後面的 七四 四七五救贖思想的老頭 所以這部分 可能還是要轉工兵比較好 但 HERA這邊是決定要轉肉馬 去反擊老頭 暴王4就直接不理 OK老頭第一時間被抓掉 第一隻 第二隻 第三隻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邊走一個多線套路 OK 三隻老頭直接被處理掉 好 正面的部分 家裡有點一片狼藉的感覺喔 但是後方喔 是一片兴旺喔 哇 這個農田灑了非常的多 好 但衝車沒有先往上頂的意思嗎 他可能是害怕 這個城鎮中心收村喔 自己暴王4不夠 可能會拆除失敗 這一點喔 確實是需要顧勵的 但目前沒有進行攻擊 是 欸還是要衝啊 好要衝了要衝了 後方有大象喔 馬來直接轉出大象來 OK 便宜的大象喔 對於現在這個局面喔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暴王4這邊可以下車幫打 好 這裡直接用招翔道的軍營 產出了一些槍兵 來防守一下這裡毛相夫 好 暴王4也是下車一陣暴打 這邊村民也是死了一些 好 村民宿還是很努力把這個城鎮熊熄給修了回來 這裡有非常多毛相夫補了過來 這邊趕快剩下重裝長槍兵 好 暴王4直接回家不理 右方落馬直接騷擾到MBL的後方經濟 但是有兩隻暴王4在這邊防守 好 那經濟量來說兩邊其實差不多的喔 但是馬來這時候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好 直接用村民出來應戰 還有這些少量的早戰龍師 暴王4第一時間上前開打 打爆了一些村民 衝車也是陸陸續續的補了上來 後面的頭子車想要砸村民跟衝車 但是只砸了幾發就被打掉了 後方暴王4直接把大象的路徑給擋了下來 但是自己暴王4的數量也是損失慘重 這一波看起來是有機會拿的下來 衝車第一時間下來是攻擊前方的衝車 好是村民喔 村民攻擊衝車 好但是還是守不住 這邊村民要趕快跑了 還有抓到女士 好MBL雖然成功了守住自家的前線問題喔 但是經濟量也是贏HERA 可是時代上是沒有升級的 那目前看起來馬來人這邊時代升級還是很快喔 現在有非常多肉哥黃金 可以直接考慮轉音波精銳毛相夫喔 精銳毛相夫在馬來帝王時代是非常強大的 雖然他的體質來說是比一半大象差了一點 但是造價實在是太便宜了 這個實在是太香了 所以看要HERA要打攻兵系呢 還是要打精銳毛相夫喔 這裡都是一個不錯的轉兵選擇 好可以到這邊 就是被MBL的棒棒給騷擾到了 上方礦區直接蓋了一些房子 這個不太知道什麼意思喔 我以為這是蓋房子喔 採礦地 共享礦史 共享實礦 好那馬來這邊是沒有轉出大象原因喔 可能是顧慮到了阿茲特克喔 這邊已經點下重裝場相變成升級了 不過轉大象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對方守住喔 可以自己損失非常多的黃金跟肉量 那這邊轉強弩的話 確實是OK的 因為對方阿茲的阻力終究是步兵了 那阿茲這邊就可以考慮去轉老鷹出來了 前面補了非常多射箭場 唉唷是要轉戰矛嗎 他有看到強弩嗎 我怎麼沒看到 他看到那麼多射箭場 可能覺得是轉強弩了 他的判斷也算是沒錯 確實是在升奴兵的 好前方往前 毛相夫沒有升級 化學點下 但是強弩還沒有點 鋼匠門就點了 OK 好這邊有少量的槍兵被追殺 爪長弩士在上面打得很開心 這面的城鎮中心 想用大象去拖延時間 好這邊步兵有點被騷擾到了 喔唷先射這個重裝場相兵欸 很聰明 好下方 爪弩士被招走了一隻 目前看起來NBL雖然實在上是輸人家的 但經濟量來說 還是沒有太落後 雖然馬來現在臭民術是領先MBL的 但現在MBL不太害怕對方的進攻 因爲遭對方的兵力還沒有成型 原來轉強弩真的是需要一段時間 沒有辦法那麼快就形成主戰力 畢竟數量還要堆疊到20隻左右 三攻三防 化學那些多少點 好那化學 母子環彈造學都有了 馬來現在這邊工兵基本上要成型 馬來直接點下了縱火技術還有雙手劍兵喔 好這裡直接用暴龍師爆打一波 正面強弩發現到了 對方的步兵阻力 但是後面有配戰毛兵 還好沒有三級射 手有點miss 而且彈道學也沒有 這一波暴龍師做到了很多事情 一直在Rail家的後方進行騷擾 上方還有一坨暴龍師 暴龍師真的是難解肢體 還好他沒有點金瑞 而且也沒有點龍貫戰爭 好戰毛兵先把他點個彈道學三級射 還有衝撤的升級 OK戰毛兵開始換強弩 這樣很划算 反正戰毛兵不需要黃金 儘管換 往前 好但對方雙手劍兵走得出來 喔點下金罐囉 強制增兵出來 雙手劍兵的數量 這樣開始往前上升 OK用強弩解掉了後方的暴龍師的騷擾 後方再補下了一些軍營 想要來爆更多的步兵 那這邊農田要撒更多 OK已經準備要撒了 因為剛剛那一坨暴龍師在後面 一直在乳小 所以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轉出太多的農田 那這邊抓雙手劍兵 可以去克制對方的槍兵啊 或者是戰毛兵都是很好用的 但是依舊會泡這個暴龍師 但對方是需要用黃金兵種 去跟你兌換這個雙手劍兵 其實是一個很划算的交易 因為雙手劍兵打對方暴龍師 傷害其實也是不差的 那阿茲特克這邊點下了紫毛器 射程變成9 攻擊力變3加5 傷害是非常高的喔 哇靠好遠 5加3 5加4 手比強弩還要搶的戰毛兵 這就是帝王戰毛 太鬼了 好遠啊 連戰毛 連這個雙手劍兵都能打回去啊 好強好強 好遠喔好遠 這就是阿茲的強大的帝王戰毛 雖然他不是帝王戰毛 這個紫毛器 好 那阿茲特克這邊點下了3級的步兵 鎧甲還有3級弓 正面往前推進似乎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果然轉出了重型衝車 那重衝這個單位喔 是很好的一個坦克加工程器的一個選擇 那主要的目的是要讓對方吸引對方箭矢傷害 例如城堡、箭塔或是火炮塔之類的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是對抗這個步兵單位或是騎兵喔 衝車是沒有太多的抗性的 所以這個衝車要搭配步兵喔 還有這個工兵要一起往前撐喔 這個是算是一個一去不回的工程 好這邊拉了一些雙頭對面想要往下走 開始騷擾 好所有的傍容師上車 好這裡有拉這4隻先往前 後面被一起全選的直接兵分兩路嗎 好本來想要上前驅打 但是雙手劍兵還是回舊一下 傍容師下車開扁 有點卡住囉 不知道為什麼有點卡卡了 好啦結果傍容師在這邊沒有下車 反而讓衝車先往前衝 第一台衝車被打掉 還是三台後面還有兩台在偷偷輸出當中 好戰毛趕快往前 看是頂後方的強弩 強弩數量還有26、28 數量還是非常的多 好數量開始減少了 戰毛兵打擊傷害非常好 但是傍容師的數量好像變少了 後面補了一些傍容師過來幫忙 後方的傍容師跟送禮畢兵互打 送禮畢兵用自己的數量優勢 開始把傍容師反擊回去 這邊傍容師好像還沒有升級 完整嗎? 欸升級完整了不好意思 精銳傍容師升級好 OK傍容師反擊 後方的強弩數量來到剩下19隻 從此還在往前頂 MBL這波可能可以一波帶走對手 HERA這邊都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 這個二級農居然沒有點 這個木材效量太大 不能轉出更多的農田來 會卡住這個農田的運轉效率 雙民需要更多去伐木 才可以去維持這個農田量 那有點二農三農的話 伐木工數量就不需要這麼多 就可以轉出更多農田 經濟的量會更好一些 所以三農三木厲害的地方 是在這種大後期的時候 雖然很多人會覺得可有可無 但是打到大後期的話 有三農三木的話 其實經濟量還是很不錯的 不需要這麼多村民去採資源 好 但是目前看到MBL的暴握次數量明顯變少 對方的雙頭劍兵 遠遠不覺得產出來 跟蟑螂一樣 這邊衝車沒有辦法扛得住 一直被雙頭劍兵給拆掉 但暴握次一上前 也被後方的馬來強弩給射掉 所以這一點就會很麻煩 你正面的雙手劍兵 可以打暴握次 但你後面的強弩也可以打暴握次 這個交換比來說 MBL這邊的選擇是比較虧一點的 因為自己沒有強力的後排傷害的話 要翻打回去還是有點困難 看要不要再轉一些工程器單位 例如投石車或弩炮之類的 那馬來要反制的話也是很簡單 但是感覺正面有點虧不成軍 MBL這邊有點被反打了回去 戰狼兵基本上死傷全部了 雙手劍兵一直往前印A了過去 暴握也是瘋狂被強弩給射掉 這邊高打低好痛 前方的作戰已經失敗了 MBL這邊要轉成強弩嗎 但是自己的強弩是沒有拇指環 擊殺對方的步兵效率其實很差 Haira這邊又再次200人口 右邊這根衝車 能夠偷撿這根城堡嗎 應該是會被發現的 那個頂尖高手們都隨時都有在注意地圖 果然馬上拉了村民 MBL也馬上跑掉了 他補下了三級的耕田制度 輪耕制度 果然點個山農 他也知道山農點下去 木頭就不需要這麼多 農田吃了更久 好 MBL這邊在思考是 到底要不要繼續用暴龍寺 用暴龍寺的話 一定要用戰毛兵去點破方 雙手劍兵也可以打戰毛兵 戰毛兵的處境有點尷尬 OK 但正面的暴龍寺 終於解決掉了前排的坦克 雙手劍兵 這邊用數量壓制 黏了回去 這一波壓制打得很不錯 如果雙手劍兵再回頭繼續打的話 這邊會全部送掉 但還好HERA這邊的肉量 剛剛來到3000 肉量非常的龐大 這邊可以即時再轉出更多的雙手劍兵 HERA這邊要小心的地方是 這個集結點不要被壓制住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 繼續換下去的話 肯定是MBL 這邊會虧的 打到後面 會沒黃金的是MBL 而不是HERA這邊 因為HERA這邊是 還有一些黃金可以挖的 但是MBL已經斷金了 那聖物部分呢 雖然HERA只有一個聖物 MBL這邊還有聖物的加成 團隊加成 目前看起來 MBL還是有點希望 但是HERA這邊希望更大 因為他是黃金兵 只需要給這個強弩而已 那自己雙手劍兵 有非常大量的炮灰可以用 交換來說的話 MBL可能會有點難打 還是要轉點工程器 像什麼奴炮投石車之類的 盡可能打擊後方的這個強弩 或者是順便找一些 正面的步兵單位 可能會更好一點 但如果要打的話 就要升級這個重裝奴炮 重起奴炮跟投石車 下方有一大片的雙手劍兵 直接衝了下來 打掉了裡面的兩個聖物 讓MBL稍微小小斷金了一下下 前方的部隊有點被分散了 所以這邊要再重新凝結新的力量 但是現在HERA已經開始要來 又多線使用雙手劍兵騷了 這邊雙手劍兵全部被解光盡 這邊要趕快把這個聖物撿回去 這邊目前阿智有高低優勢 但是後方強弩輸出太高 而且正面的暴龍師數量有點太少 MBL決定要撤退 這裡有些村民被騷擾到 MBL第一次也是拉走 進入到了城堡的射程範圍裡 好 暴龍師這邊再次集結 撞到了HERA的正面的雙手劍兵陣 唉唷 但會拉走嗎 唉唷 撞到之後有拉走 但是還是損失掉了一些雙手劍兵 正面的巨頭已經開拆上方城堡 偷拆當中 更多的暴龍師過來 這邊打一個多線很不錯 但這邊撞到對方強弩損失慘重 死了大概五六隻的暴龍師 不太有不太有 前方的修道院直接被打噴了出來 MBL感覺有機會囉 要是這個生物可以拿回來的話 就是五聖物咧 MBL好像有機會了 好 那HERA這邊雖然用 大量的免費的雙手劍兵 擋下了很多波的MBL的攻勢 但是如果這邊沒有辦法 立刻把MBL給擊殺掉的話 可能會被自己給玩死 因為待會這個生物又被撿走了 就真的完全斷金了 一點黃金都不剩了 但是阿斯特克這邊可以利用這個聖物的產能 四聖物 三聖物等於四聖物 五聖物等於快要六聖物了 還是七聖物了 快要七聖物才對 所以MBL這邊黃金是不用擔心的 要擔心的是HERA這邊 HERA這邊能不能守住這一波的暴龍師突襲呢 這波突襲打到非常多的村民 有些強弩也是被打爆 但是正面的部分 MBL的城堡也是被打掉了 雙手劍兵也是開始拆除正面的射箭場 上方部分直接全部棄手農田 直接跑到了深路裡面 那暴龍師也是直接直擊後方經濟狀況 還有這邊直接被這些大量的射箭場給擋住了 這裡強弩雖然不能再掃 再掃下去的話 強弩就不用玩了 暴龍師少量上前 但是直接被強弩射光 這波暴龍師有點下水餃 大量戰毛兵上前 但是打鬆鬆劍兵傷害也是很高 OK 巨型投擲機在上方卡著賽拆除均勻的部分 只要拆除均勻 對方HERA的產能就會下降 那HERA的問題是有點卡人口 這邊兩台巨型投擲機 如果能順利拆掉的話 就還有機會了 那MBL這邊也可以考慮 直接用大量的戰毛兵 直接往前開始去拆除正面的雙手劍兵 好 MBL決定要直接先拆巨頭 沒錯 正確的選擇 只要沒巨頭 他就沒黃金 沒黃金他就不能攻城 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正面的部分沒有在空的關係 直接被雙手劍兵給切菜了 這波切菜切得非常漂亮 MBL的戰毛兵又是全部損失殆盡 但是HERA這邊經濟開始慢慢拉回來 但是村民數還是不多 只撐96吋而已 MBL這邊有打算繼續往前衝刺嗎 MBL Congratulations sewing師傅 接着 MBL OK 目前看起來MBL黃金量還是可以繼續產出暴龍式 但經濟好像開始有點不太行喔 資源庫存都很極限 雖然HERA這邊也是 所以這邊大戰感覺還有一段時間才能分出勝負來 只要兩邊沒有被重創經濟的話 就還有可能被農得回來 但後面有大量的戰毛病 直接往前想要解掉更多的強武 只要強武全解決掉了 MBL就可以獲勝 這一點是MBL非常清楚的事情 這一波包抄有點漂亮 正面暴龍是抵抗掉了正面雙手劍兵的傷害 但戰毛兵的部分也是一直往後打 讓這邊戰毛兵的數量 強武的數量只剩下16隻了 正面這一波解的非常好 MBL暴龍是把對方雙手劍兵全部打爆 但上方又更多雙手劍兵補了過來 上方的戰毛沒有在控 下方的雙手劍兵也是處理到了非常多的大事 農田裡的村民直接被砍爆 MBL的村民有點在下降了 但黑拉爾這邊 村民術只有一個人在挖黃金 黃金數量已經歸零了 最後一個聖物 還是被拿走了 好 暴龍是往前 這邊趕快圍一下 讓對方不能過去 好 圍一圍圍圍一圍 OK 直接變成一個死胡同 這邊暴龍是解決掉了雙手劍兵的問題 後方這裡又少量雙手劍兵在騷擾 這邊這根城堡 對方想要手撕城堡 好 黑拉爾能夠有機會拿下嗎 他會有更多的戰毛兵跟暴龍師過來救援這根城堡 下方雙手劍兵還沒有解決 但沒有關係 家裡有一些暴龍師趕快來解一下 OK 這波防守戰 黑拉爾看起來是打不太進去了 並且沒有工程器 他現在就只能跟MBL交換而已 MBL這邊凡是有黃金 我遠遠不覺得慢慢產生當中 待會再存一點錢 就可以去買一些工程器 開始工程了 那現在要工程的話 可能要選巨頭 不能再選衝車了 因為你要選巨頭 才可以逼對方 去跟你自己決戰 這一點黑拉 MBL應該也是蠻清楚 但目前還沒有想要工程的意思 反正是出了更多的單位 去騷擾對手 這什麼SRYT SORRYYT嗎 MBL在嘴砲是不是 真的覺得這些頂尖高手 他們感情真的很好 整天都在打嘴砲 他們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好 那來看到這邊 爆龍師要不要往前呢 這裡往前 躺下 後方強弩數量 勉強回到了15隻 比剛才16隻更少了一隻耶 哇 黑拉這邊好慘啊 沒有黃金 但對方的爆龍師 凡是越來越多 MBL 這一波打起來 看起來優勢越來越多了 好 正面戰矛 擊殺掉了更多的強弩 雖然強弩有在拉打的關係 所以剛剛沒有損失這麼多的數量 大概損失了三隻而已 四隻 但數量越來越少 就會代表潰不成軍 強弩的意義就不太大了 這時候黑拉突然打出了GG 哇 這一波出了564隻的雙手劍兵 爆龍師的是360隻 哇 這兩邊出的數量都是特別誇張的 來看一下資料的部分 那我們看經濟 經濟的部分是有這個木材 拿下了5000的勝率 15的話則是贏了大概6000左右 黃金的部分呢 也是大概贏了6000左右 欸不是喔 8000喔 這應該是8000喔 黃金贏了8000 五勝物產出的黃金喔 贏了6000啊 非常誇張 那後期的部分呢 也是MBL 這邊石頭踩了很多 這一場完全就是 阿拉茲特克的經濟加成大勝利 那KD的方面呢 是MBL 拿下更多的勝利 畢竟馬來這邊無限雙手劍兵 是不需要黃金的 所以可以一直隨意送 但是MBL這邊是選擇了打一個暴龍師 這個體質更好 打雙手劍兵更有效率一點 雖然自己也是有出強龍去反制對方暴龍師 但是阿拉茲特克的戰毛兵 射程實在是太遠了 還是可以很有效克制對方馬來的強弩 最後赫拉也是扛不住對方的暴龍師 加上戰毛兵的攻勢 只能打出GG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